Michael 我第二個 就是今天講那個影片竹子稿的一個自動化 然後還有一個整理系統 那主要的情況大概在兩年前 差不多這個月 就是他們第一次辦那個賈助金的時候 我有投稿 沒上啦 我沒有上 就是到時候你們細節再看 那其實我們重點是這樣子 第一個重點是說 那個竹子稿像這個 那其實現在的竹子稿像有點像 山頂洞人 北京圓人一樣 我們就聽人類的耳朵聽 然後那邊打字 這是最基本的方法 那其實譬如說這效率其實很慢 就是譬如說五分鐘的時間 可能就要花三十分鐘來打字 當然有人變快一點可能要二十分鐘 五十類 所以我們時間的資源比較有限 所以比較沒辦法大量生產 那現在狀況是這樣子 那剛好幾個禮拜前 剛好那個人工智慧實驗室 台灣人工智慧 那邊竹子稿的一個PM找到我 那是說要做那個機械訓練 那晚月版 晚月版我已經幾個禮拜前用過 國安有交代我 那個先不要公開 那這個剛好前天的新聞 APP他們公布出來了 新聞都在報 雅清APP 雅清主治港 就這個系統 那他找到我的原因 主要的理由是那個 他們要做機器訓練 那就是訓練 我們用人去給他校正更好的話 那他會越來越準確 對我們這些不危險的工智慧程式的人來說 我們可以有一個更加效率的一個工具可以使用 好 OK 說的有點雜 所以要重點是那個 譬如說如果有不懂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可以看這個影片 它是以圖片為主 OK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這樣 我們目前還找回來三個人 三個人 那就是我做PM公管科的人 然後另外一個網頁設計師 還有一位比較特別 他是台醫大 專門做紀錄片管理的那個領域的人 一個女生 OK 然後就是我們現在還要找到一個 除了打字的人之外 最重要是要做網站工程師 我們要做的東西 要專心做一個搜尋引擎 算是搜尋引擎 那我們就可以找到用文字搜尋 然後找對應到竹子稿的那個文字 然後自然的那個文字 因為有標記影片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最快的時間 找到有所本那個影片的段落 畢竟我們那個成本 有YouTube來做支援 算是單代的那個亞歷山大的書館 所以我們不需要花很多錢 那個錢 不需要花很多錢 我舉一個成本的例子 就是說 八千成報 好不用講了 OK就這樣子再見 好累死